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日 星期日 印尼當局今日表示 昨晚在東爪哇省 一場足球比賽發生人踩人事件 很大件事 129人死亡 180人受傷 印尼政府為此自協並承諾 徹查 發生社報道 阿雷馬足球俱樂部 昨天在東爪哇省 馬浪士 坎朱勞漢體育場 以2比3輸給 帕爾斯之後 帕爾斯巴雅 所謂帕爾斯巴雅 譬如他們的譯名很難讀 球賣衝入球場 這次是20年內 阿雷馬首次輸給世仇 帕爾斯巴雅 他們當地的警方有做事 設法說服球迷返回座位 但在兩名警察命喪之後 動用催淚彈 球迷逃離的時候 很多人人踩人和窒息致死 東爪哇警局局長 阿芬塔稍早表示 一百二十七人死亡 但後來有一百二十九人死亡 即是知道數字 一家醫院的院長 告訴當地的電視台 其中一個死者 只有五歲 他說他們從一口出處逃出 後來人越來越多 許多人出現過程 很多人在過程中出現困難 缺氧的狀況 這件事 印尼宣布停賽一個星期 亦會徹查事件 哇 很大件事 其實我也不想說印尼 可能沒甚麼人聽 但我應該要報道給大家聽 記得按LIKE 檢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閲的頻道 予費贊助 有能力的披層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